海關今年初根據情報鎖定一名女子 懷疑她參與洗黑錢活動並展開調查 到星期二將她拘捕 被捕的39歲女子報清授課員 涉嫌收取數千至一萬元不等的報酬 處理多宗可疑交易 涉款高達9億 被捕人在2021年的年初 在短短三天之內 開設了兩間公司 由被捕人作為唯一董事 這兩間公司雖然報清從事進出口貿業 貿易 但涉及的業務空凡 包括電子產品 服裝 家具等等 部分公司業務更加是重複的 引起我們的懷疑 經過海關調查之後 發現他們的登記地址上 並沒有相關的公司營業 在他們亦都沒有任何的報關記錄 因此懷疑這兩間實際上都是空殼公司 海關鎖定目標之後 經調查發現被捕人利用空殼公司 開設13個公司戶口洗黑錢 其中一個戶口更加曾經在一天之內 接連收取16筆超過1300萬款項 不過款項並沒有停留在戶口太久就被轉走 而由於被捕人是售貨員 月入1萬多 銀行交易和他的財務狀況極不相符 同時被捕人亦都未能提供文件支持巨額交易 因此海關有理由相信被捕人參與洗黑錢 從中獲利 目前海關正繼續調查案件 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海關鎖定目標 海關鎖定目標 海關鎖定目標